熟练泡好巧克力牛奶 把杯子装进纸袋拿给客人 现在就连超商饮料也不提供塑胶袋 只有牛皮纸袋 那先这样子 我们现在开始啊 没有提供那个皮带 那有提供那个牛皮纸袋 限速政策上路 四大超商现泡饮料区再也没有货免权 不准够免费提供塑胶袋 是 如果还需要塑胶袋 它就是一个一块钱 包含首阳饮料店药局 书局文具等有十万家零售业者 塑胶袋必须付费购买 不过不能提供塑胶袋 业者纷纷在购物袋上发挥创意 成为新商机 有业者就推出这种七日购物袋 平时还能折叠成手掌大小 时尚又便于膝带 还有饮料店跟吉米和Kitty合作 制作饮料专属的鸡袋非常吸睛 你长期塑胶袋太多了 太不环保了 一袋两用的话应该是会买 环保袋越做越美观 但不想要花钱买 也可以自己用不要的衣服来做 我们不要顺着袖子的缝分 这样子照它的缝分上剪 稍微要保留一点缝分 就你一拉要是放重东西的时候 它那把手会越拉越大 所以你要是保留这个袖子 这边的缝分的话 它等于有个阻力 裁掉袖子 皮带的把手就成型了 再把衣服的下摆缝盒 剪掉多余的布料 个人化的购物袋就轻松完成 容量还很大 限速力上路 预估一年能损下15亿个塑胶带 环保又时尚的购物袋 成为新一代抢手的明星商品